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各位T卡私車頻道朋友大家好 我是觀仁 我現在的位置就是在2020台北車展 賓市的展區 當然賓市今年在展區下的重粉 佈置得非常漂亮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一定要來看看 那麼今年賓市展示的重點 就是在於EQ系列 什麼是EQ系列呢 就是Electric Intelligence的智能電動系統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旁的這一台EQ Silver Arrow 它其實就是一台像1938年 W125GP賽車 所致敬的一台車 因為當年它打破了公路的極速紀錄 所以可以看到在80年之後呢 它一樣遵循了傳統之外 融合了電能的科技 打造了一台這台單座的賽車 可以看到全車是以碳纖維打造 再用上了Alubian Silver的烤漆來做布裝 前方可以看到有碳纖維的保桿之外呢 下方還有一個螢幕 現在這個螢幕是暫時關閉了 其實是可以做很多的圖示在上面做顯示 那麼這一台車可以看到側面呢 它的這個輪圈非常的特別 我們一般來講五幅十幅輪圈 它到底有幾幅呢 它有168幅 再用上玫瑰金的烤漆呢 看上去又特別特別的貴氣 那麼它的這個尺寸呢 是前24後26寸 至於這一台車的單座 我們要怎麼進去呢 這個時候我請了這個德國原廠的司機 過來來帶大家看一下 欸這位不就是 沒錯我就是德國原廠的司機 德國原廠的老司機 鑰匙在我這裡 那事實上這一台車呢 其實很夢幻 但你會覺得說 欸這麼夢幻的 這麼夢幻的車款 它到底還有什麼功能 我相信Silver Aero的由來 官人剛才已經解釋得很清楚 但是你會發現 這一台車呢 其實它是在2018年的 Pable Beach第一次亮相 那它的號稱馬力有750P 然後再結合80千瓦小時的這個 電動能 那它可以有400公里的續航力 但我覺得最特別的是 它的虛擬座艙 你知道嗎 它有一個就是 它的座艙駕駛座 會讓你覺得很夢幻 因為它除了可以玩電玩以外 它還可以下指令 它有一個Racing Coach 就是你真的在賽場上跑的時候呢 它可以從原廠經理 需要你要超車或你要近戰 可以藉由這個無線傳輸下指令 那當然2023 2030年之後呢 自動駕駛也會是它的標準配備 但除此之外 為了滿足像我這種 守舊派的人的那種需求 它還有模擬聲浪的功能 它除了可以模擬F1的聲浪 它還可以模擬V8引擎 AMG V8引擎 咆哮雄魂的聲浪 我們帶大家來簡單看一下 它的座艙 它的座艙呢 座椅其實材質上 它也是很講究 因為它除了你看到的金屬 加皮革以外 它下面的底板 它用的原木 就像是 就是我們遊艇上用的木頭 那再來就是 它的方向盤 你直接像F1賽車一樣 它可以提供很多資訊 上面呢 還有一個液晶顯示幕連動的 那因為遙控器 現在就在我身上 所以我輕輕按一個按鍵 它的座艙 就可以直接的蓋上 因為 我本來是打算直接跳進去 但因為原廠的總工程師 告訴我 它有點緊張 因為你知道 全世界只有這麼一台show car 萬一我不小心 把它椅子踩壞了 它可能接下來的國家 就沒辦法轉 這樣會成為國際事件 那沒關係 我們這次就帶大家 來純粹感受一下 那我相信很多朋友 可能沒有看到 它座艙升起的畫面 所以我再按一次 帶大家看一下 它的科技感很好 你不用直接拆方向盤 你只要輕按它的遙控器 那這一台車呢 就可以整個連動的 連動的帶大家來感覺一下 你會發現它的前罩 先上升 然後接下來整個座艙罩往前移 然後人坐在駕駛座上 感覺就很像置身在戰鬥機裡面 說真的我也很想體驗 750匹動力全開的那種感覺 我相信一定會是很過癮的 EQ Silver Arrow OK 感謝老司機的講解 那等一下車子記得要回去 幫我擦一擦洗一洗 我開回去 OK OK 這台車或許有點夢幻 那我們來講一些實際一點的車子 在這台EQ Silver Arrow的旁邊呢 就是呢 Mercedes-Benz呢 這一回呢 引進的 台灣首款的電動車 EQC 那麼其實呢 這台EQC呢 它呢 有分成兩個售價編成 一個是EQC 400 4MATIC 那是330萬 另外呢 還有一個AMG LINE的車型呢 是350萬 那先大家來看一下 其實呢 這台EQC呢 它整體的車輛架構呢 還是建構於這個GLC之上 在GLC的平台之上 所以呢 其實我們發現說 其實在這個引擎蓋的下方呢 是它的電機模組 並不是像一般的電動車一樣說 前後都有行李箱空間 這邊打開呢 其實呢 就是一個電機的電動馬達模組在下面 同時呢 還有這個防撞的鋼梁給維護起來 因此呢 這台EQC在EURO NCAP的撞擊測試呢 是有達到五星的這個標準 那同時 除了在底盤的建構上 跟GLC是相同之外 其實可以發現說 它的燈具上面呢 也更加的前衛 也比較具有科技感 同時可以看到這邊 藍色的部分呢 更是象徵的 這邊藍色調整部分 是象徵的這個EQ EQ系統的這個特色 那另外呢 在這邊的這個賓士的場揮呢 是實心的 你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的 這個自動駕駛的輔助套件 在這裡頭 那麼另外呢 我們再看到車側的部分 其實車側的部分呢 你可以發現說 雖然是架構在這個 GLC的平台之上 但是它的車長呢 會比現行的GLC呢 稍微再長一些些 那它的這個動力驅動方式呢 是前後雙馬達的動力 所以因為它是4MATIC 加上前後雙馬達 它是一個四驅的系統 最大馬力呢 有408匹 那麼搭載是80千瓦小時的這個電池 因此呢 最大的最遠的續航呢 可以達到450公里 而且零百加速呢 在5.1秒內呢 就能夠完成哦 那麼一般 如果我們在家裡充電啊 這台車充電 大概需要11個小時 在一般家用的充電球 11個小時才能充滿電 但是如果在快充的直流電模式之下呢 40分鐘就能夠充滿8乘的電力 其實是相當的便利哦 那麼現在帶大家進車艙來看一下 EQC裡面的內裝表現 不好意思 因為現在剛好有很多的媒體都在 剛好都在看這台車哦 所以我們可能要再等一下下 那麼其實我們做到這個EQC裡面 你會覺得 似乎有點似曾相似哦 因為其實整體的佈局呢 跟現行Mercedes-Benz的汽油車呢 其實都差不多都是大同小異的 但是呢 還是有幾個地方比較不一樣 比如說像在這邊這個冷氣孔的部分呢 可以看到說 有一個銅色的這個出風口設計 其實它就是在模仿這個 電動馬達這個銅線的 這個纏繞的那個意象 所以在這個方面可以看到它的巧思 另外在門板的部分 車門板的這一側呢 兩邊呢都有發現有像這個 金屬的這個橫條紋呢 這也是呢 象徵著這個電動馬達的這個散熱旗片 在這個部分呢 也是EQC特有的 同時在螢幕的部分啊 其實也是一樣有兩個 10.25吋的這個全彩螢幕做拼接的 那裡面基本上 因為現在沒有發動 其實呢 在這個螢幕上面的左邊呢 是儀表板 右邊呢則是車輛的 資訊的顯示 那這個資訊顯示其實也包含了 基本上是包含了這個電池的放電 以及充電各種顯示都可以在這上面 那麼在這個中控的部分呢 其實就跟大家熟悉的賓士 是差不多的概念 那上方呢其實是還有一個 天窗設計 可惜呢 它不是全景的 但是整體的布局呢 其實跟這個GLC是大致上是相同的 那有人會問說 這台EQC它的電池存放在哪裡呢 它的電池呢 就是存放在這個後行體箱的下方 因此呢 在行體箱的下方 是沒辦法有多餘的儲存空間 這一點是電動車必須要犧牲一點點的 好 快速的看完EQC之後呢 帶大家再看一台 也是EQ系列的概念車款 那麼同時啊 大家可以看到賓士的這個展區呢 其實相當的 設計相當的特別 而且它的展區 應該 它的展區呢 應該算是這個 2020台北車展 最大最大的一台 最大最大的展區 而且它展出的車輛也非常非常多 非常非常的豐富 包括油車電車 通通都有 OK 我們現在呢 來到了剛剛看完的EQC 現在呢 來看一下這台EQA Concept 這一台其實呢 大家有沒有發現說 它的這個車系的命名編程呢 在EQ 前面都是EQ 後面C呢 其實就是SUV的車型 在A的部分呢 則是一個 先背車型的這個 概念車款 在這邊呢 可以看到 其實呢 它這個EQA在原本油車氣壩這個地方呢 是一個非常大的螢幕設計 而這個螢幕設計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當你切換不同的動力模式的時候呢 這邊也會跟著有不同對應的顯示方式 比如說你在Sport Plus的部分呢 它就會像現行AMG車系一樣 是用直撲式的水箱護照 那或許現在剛好沒辦法展示 不過之後呢 我也會在網路上放一下 這個EQA的這個影片 讓大家欣賞一下 那麼可以看到除此之外呢 底部這條藍色的線呢 其實也就是EQ系列呢 它的這個特色的顏色 招牌的顏色 同時還可以看到 它這個燈具的部分呢 也採用類似像電流 或是像電池脈衝的這個設計 讓展現出它整個 相較於一般電動車 或是一般現行油車不一樣的感受 那麼我們可以再看到車側的部分 很明顯呢 它就有點像 講說EQA 這個A就大家會想到A-Class一樣 會有一點 這個是一個掀背的造型 看起來呢 相當的流線 相當的圓潤飽滿 那走到車尾的部分呢 車尾部分很可惜 因為它現在沒有把這個燈打開 不過它以這樣子 懸浮車頂的方式呢 讓整台車看上去呢 Size 會再小一點 更加的靈巧一點 那麼如果我們鏡頭帶鏡 其實可以發現說 它裡面 它是一個貫穿式的尾燈 然後一樣跟前面的頭燈 一樣帶有電池脈衝的感受 這個是這一台 EQA Concept它的特色 OK 那麼看完了這個Selfo Arrow 看完了EQC 看完了EQA 現在大家看一台 Mercedes-Benz AMG的終極體 也就是AMG的GTR PRO 那現在就跟著我的腳步一起走 要走一段喔 因為你也知道 我剛剛講過 這個賓士的展區 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那沿途大家可以看到 很多的車子 比如說 小改款的GLC 或者是各類的 Seacast AMG車型之類的 那麼我要找一下車子喔 現在就在我們的右手邊這邊 那我們現在經過的這台 是CLA35的性能車型 好 現在呢 我們走到了 終於到了這個 Mercedes-Benz的AMG GTR PRO的車型 那先跟大家講一下 AMG GT呢 它這個車系的特色重點 就是長車頭短車尾 那這台車其實在紐柏林 也創下了自己本身的上一代的紀錄 也就是AMG GTR的紀錄 那AMG GTR PRO呢 其實跟原本的GTR呢 是採用相同的動力 不過呢 在這個懸吊跟底盤 再一次的做調教 尤其是呢 全車運用了大量的碳纖維的製品 來達到輕量化的目的 那另外呢 也可以看到呢 在這個保桿跟氣壩部分呢 又做了很多誇張的通力套件 這一些都有助於在賽道上 車輛的穩定度以及下壓力喔 所以呢 它創造了7分04 632的紐柏林賽道成績 相當的不容易喔 因為你要知道在原本原有的動力之下 它還要再進化把時間再往前推 這是非常非常難的喔 那麼這台車的售價其實也非常恐怖喔 高達1268萬喔 所以 但是說真的 它已經是一台非常相當競技化的車款 你可以看到這邊都有 在這邊呢 都有看到一些散熱孔的設計 然後呢 在側邊呢 也一樣散熱孔也是採用碳纖維的設計喔 那另外呢 它有攝取了GD3跟GD4的賽事經驗 因此呢 在這個 空力的設計上面呢 更是強化了很多 那另外呢 再來就是 輪圈的部分呢 是AMG的這個鍛造輪圈 前19吋 後20吋的輕量化AMG鍛造輪圈 然後呢 再往裡面看呢 就是這個AMG的碳桃煞車喔 這個在賽道上 就是提供相當好的自動力之外 也有相當好的散熱能力 而另外在懸吊的部分 原本的AMG GTR是呢 採用電子懸吊 那因為它為了呢 輕量化 所以呢 也把電子懸吊通通移除 採用是傳統的 手動式調整的懸吊 在這個部分也比較是 跟一般的GTR不一樣 那我們可以往後再看 就是看到這個 相當大的固定式的 這個碳纖維尾翼 那這個尾翼其實非常漂亮喔 那也是在GTR Pro上面 才有的這個設計喔 OK 那這要主要呢 就是這台AMG GTR Pro的 大概的介紹 那其實鏡頭可以帶到 整個賓士的整個展區 相當相當的大 而且車款相當相當的多 還有一台呢 在我右手邊 在轉的那台白色的 CLA Shooting Brake 非常非常的漂亮 所以喜歡賓士的朋友們呢 千萬不要錯過這一次 2020台北車展的賓士產區 OK 那今天的介紹就先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囉